打开情感束缚 直面真是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哲谈情 很多人认为夫妻二人之间只要是有爱情的存在 就可以执子执手 相伴一生 但现实往往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在婚姻当中啊 男人可以没有自己的底线与原则 但是啊 女人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不管多爱男人 这些事啊 也永远不要为男人去做 尤其是以下三件事 就算是与男人的关系再好 也不能轻易的为男人做 否则啊 女人就会后悔一辈子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三件事具体指的是什么 第一 不要无底线的宠男人 爱是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的 只有一方付出爱情 绝对不是真正的爱情 女人在婚姻当中对男人好可以 但千万不能过分的宠爱男人 女人要有自己的底线与原则 爱人心爱己 女人在宠爱男人之前啊 一定要先学会好好地爱护自己 付出自己的前提是要有尊严 女人绝对不能为了男人毫无底线的付出 所以啊 女人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绝对不能无底线的宠爱男人 第二 不要为了男人向娘家借钱 女人越爱男人就越要学会拎得清男人与娘家的距离 有些事情可以为了男人去做 而有些事情一定要学会拒绝男人 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女人越是拎不清男人与娘家的距离 丢掉的不仅仅是婚姻 还会彻底的丧失自己的尊严与底气 倘若女人为了男人向娘家借钱之后 男人不还给女人娘家钱 那么女人与娘家之间就会产生隔阂 与男人的关系也会大不如从前 所以啊 女人就算是再爱男人 与男人之间的钱财往来 一定要算得清楚 尽量不要为了男人向娘家借钱 毕竟啊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大多数的矛盾都与钱财有关 第三 在男人面前抱怨公婆的不好 父母就算是做得再不好 那也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啊 女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要总是在男人面前抱怨她的父母不好 否则的话 一定会引起对方的厌恶和不满 聪明的女人啊 都会主动调解和公婆之间的矛盾 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样这样的女人 往往也会生活的比较幸福 会得到男人更多的爱 所以啊 身为女人 不能总在男人面前抱怨公婆的不好 身为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千万要有自己的底线与原则 不能为了讨好男人 什么事情都为男人去做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 点赞与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